雲林縣的五塊社區 一個偏遠的小村落 唉 七十幾年來啊 社區完完全全 沒有一個可以閱讀的空間啊 中年回鄉落腳的吳永修先生 看到了這個問題 可是該怎麼辦才好啊 所以他決定 要幫社區去成立一個圖書館 可是說得容易做不容易 成立圖書館 想想看 要有空間 要有書架 還有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書籍 甚至有書之後 還得有人來管理耶 這些接踵而來的問題 吳永修先生 您要怎麼去解決呢 校長你好 你好 你好 謝謝 王校長 我有一個問題 是要跟您討論一下 就是我本來說社區 需要一個圖書館 因為我現在有神廣場那裡 我又去看過 我也去檢查過 因為那位 國有財產機 它不允許蓋硬體的設備 而且那裡是說 如果要蓋的話 也是要花很多的經費 現在經費來源又有問題 是 我現在是說 要跟校長參想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點 我們頭前的廢棄教室 來選 可以點 做個圖書館 然後 謝謝 然後就是給村民 還有學生 我們一起來 那邊閱讀 這樣 很好啊 這應該是一個不錯的 那種價位 是 當然是要向校長 答應我們來使用 使用這是沒問題 只要我們的長所 不會說 破壞去 對 這應該是都沒問題 這我們一定很支持 好… 好開心喔 黃校長願意支持我們 接著呢 吳永修先生 又準備去請五塊村的村長 召集全村居民 來開一場 社區圖書館的籌備會議吧 可是呢 平時和村長 除了選舉期間外 在服務社區的觀念上 很少有交集呢 這一個想法 這麼簡單 因為之前的村長 他現在 他算這個新動作的村長 村長要搞 對 對 餐廳很大的是 右手邊這裡 來 無敵的看 無敵的看 哇 怎麼會這樣 無法聯繫村長 又得不到行政資源 召集村民來開會 讓該圖書館這件事 變得越來越困難耶 不過呢 吳永修先生不輕易放棄喔 他決定 一個人挨家挨戶的去拜訪 五塊社區的所有居民 一一親自的向他們說明 設立社區圖書館的意義喔 阿董 阿董 我們待會兒 那個學校要開圖書館的籌備會議 你待會兒有時間來參加一下 空氣館 空氣都沒有 有些時間 你不可以經營 就直接這樣而已 啊 拌一天來啊 啊 啊 這樣喔 像這樣說的 空氣比較要緊 你再拌勻 拌勻時間 那這個堵書館對我們社區很重要啊 這樣喔 我拆一個時間 我再拌勻時間 喔 他們可以做空氣跟批幾塊 這樣喔 好 你盡量啦 好 好 謝謝 我們待會兒 好好開一個堵書館 我們社區的堵書館回去了 啊 有可以來參加一下 待會兒 待會兒四點 好 我們現在來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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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現在來 好啊 好啊 不然現在來 這樣喔 好啊 不然現在大家來 我們今天 共同一家開會的目的就是 主要是為了我們五個社區 一個堵書館 希望我們特別來賓 要來進行喔 大家共同來 把我們這個環境喔 拼勺乾淨 這樣我們的環境會更好 對 這裡有圖書館喔 希望你們以後也能夠 常常來這邊看書 這邊對 是一個你們成長的地方 謝謝 經過了吳用修先生 和全體村民的熱烈討論 五塊社區的村民們 決定用最大的力量 大聲說出 深藏在內心 將近有七十年 欺詐您的夢想喔 我們的夢想是什麼 我們要 武術館 阿歩 在內心 將門搜尋 吳